醫療集團已經關注一台確定的救護車 以及一組德功能生理感染醫學界官相叫 由館長梁代表接受 感謝集團作為館民 那上一次我們的十二島城 那整個這個所有的監視系統 那在我們24台救護車全部都已經裝上了 那所以我們的相關的病人 進到整個救護車以後 馬上可以做監測 然後在車上馬上可以跟醫師之間做連線 然後馬上判斷 他是不是屬於心肌梗塞 然後進到醫院馬上準備所有的搶救工作 那我想那如果沒有這個十二島城 有可能這26個人 那就沒有辦法搶救回來 那所以在這邊感謝 我們愛爾利集團跟很多的監視者 那給我們很多的設備 讓我們的消防弟兄 在救護的時候 能夠有更強大的工具 能夠把很多原本已經可能搶救不回來的生命 那透過這些所有的先進儀器 讓我們能夠講究回來 當首長長如山說 該官老人人口比較多 集團賓自到企業建設 希望強化該官救護能量 得到優良的救護品質 所以管政策略秘密 並且在管務的努力推動資格 保障官面的安全健康 那在這邊企業做政府最大的後盾 嘉義縣是一個年齡比較長的社會 那在取得社會 中央社會的企業的責任下 我們捐贈了多台的救護車以外 那也把這一次也捐贈了高階的 這個生理監視器 去強化嘉義縣的整體的救護量能 這台官場的倒功能生理鑑識儀 會配在第一大隊民用高級救護隊 救護車是醫療集團第35號 會配在第一大隊迫入全球救護隊 多了救護安全頭盔增加出行的安全性 還有這個個人的氧化碳偵測器 加上這個自動給養機 搭配剛才他們的那個生理侵視器 其實就可以彌補掉人力不足的情況 因為這把它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一個動作 對 也要用手續 然後現在有自動給養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愛有利集團 常董事長 對我們捐贈多功能的生理監測儀 還有一部高頂的救護車 可以給我們鋪置專責救護隊 那藉由這個拋磚引玉 這個部分 讓我們的這個救護車 這個高頂的救護車 能夠發揮最大的功能 蓋館相救表示 經濟救護在蓋館的勤務當中 是占有很大的比雷 集團的成績 提供民眾有個阿特黨的救護主委 提升相救經濟救護勤務安全品質 討生的照顧北環 繼續歡迎蓋館長博德